灭掉炼丹工会后,谭云便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,而听到巨响的仙民则纷纷废除楼阁,望着化作废墟的炼丹工会将惊恐写在脸上。 这肯定是轩辕仙城的火城上将谭云干的。 没错,一定是他,我已经听说了,谭云血洗了背叛轩辕仙城的十一名上将军府,那可是三万多人哪,统统被他杀了。 唉,这炼丹工会一定也是他干的,除了他,一气之城没人敢做这种事情啊。 两个半时针后,一道流光飞落于城主府直属冰火两重阁之外,谭云一箭劈碎阁门,进去之后便将三十多名伙计和掌柜通通击杀。 在血洗冰火两重阁后,谭云将冰火属性的火种合计九百六十种统统细节一空。 一刻后,他由杀入炼丹工会开设的丹火仙殿,将其中五十六人击杀,将火种统统收走。 夜幕退却时,谭云杀入炼器工会,工会两万三千人,无疑生还。 鲜血从炼器工会店门处铲铲流出,此人眼眸。 陈时,浑身鲜血的谭云,打摇大白持剑卖出了炼夫工会。 工会中一万九千人悉数毕命。 街道上看到谭云的仙人,全犹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窜,想将谭云这杀人狂魔的踪迹告诉仙兵。 五十将至,一声巨响响彻方圆数百仙丽。 仙民纷纷释放仙石,发现毅力城池高耸入云的炼镇工会突崩瓦解。 旋即,众人透过仙石发现,一道紫色流光自废墟中冲天而起,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三个时辰后,傅城主府。 大殿内傅城主令狐云飞,测试一名叫贾鹤的老者。 管家,是一位上将军可有船来抓到谭云的消息。 傅城主,大事不好了。 不待贾鹤开口,殿外便传来一道金黄之声。 旋即,一名地人静的仙将火急火燎冲入大殿之内,朝令狐云飞单膝跪下。 傅城主,司马上将军府,诸葛上将军府,还有九名投靠我城的上将军府,皆被谭云血洗。 你说什么? 令狐云飞豁然起身。 谭云,就算本傅城主将一起支撑翻个体,朝天也要抓住你。 报! 又是一道惶恐之音传来,一名仙将急匆匆冲进了大殿。 又怎么了? 回兵傅城主,炼丹炼气,炼服炼阵工会,皆被谭云所毁。 四位会长副会长,以及所有四大工会之人悉数被他杀了。 文听此言,令狐云飞只觉一阵天旋地转。 请你杀我爷,四大工会乃我一气之称根基,没有四大工会,我成法宝丹夫阵间无法炼制。 但云,我令狐云飞发誓要将你碎尸万断。 就在令狐云飞怒不可遏之际,一名侍卫带着一名仙民迈入大殿之内。 傅城主,此人说有人让他赠云宁大礼。 是何礼物?谁送来的? 那仙民跪在地上,双手捧着一枚仙剑递给了令狐云飞。 是宣源仙城护城上将送来的? 是他? 他杀了我这么多人,不管他送什么,本傅城主都不会放了他。 说,那小杂种还说了什么? 谭云说,他来一起之城给您添麻烦了,戒内大礼请您小纳。 还让小的告诉府城主,他还会在一起之城待很久。 令狐云飞闻言,猛然将仙剑扔在了地上。 这谭云是诚心恶心我,贾赫,把仙剑捡起来,看看里面是什么。 老奴遵命。 贾赫俯身拾起仙剑,当仙石侵入仙剑的瞬间,他瞪大双眸,浑身颤抖。 管家,怎么啦? 傅城主,里面,里面,里面抓的是少傅城主的人头,少傅城主被台云给杀了。 傅城主,宠儿。 令狐云飞感觉头有些懵,他释放出仙石,进入仙剑之内,随即便看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 而这人头的主人,不是令狐冲还能是谁? 不,我的宝贝儿子,你死得好惨。 领狐云飞身子一挺,怒火攻心,口吐鲜血之后,直觉一阵天旋地转。 仿佛这一刻,天都要塌了。 他万万没想到,自己的爱子居然会死于谭云之手。 报仇,我一定要报仇,我领狐云飞发誓,不杀谭云使不为人。 傅城主,人死不能复生,您要节哀呀。 管家,传我命令,让十一位上将军过来,上亿融合捉纳谭云,快去。 贾河应声连忙离去。 四个时辰之后,残阳如险。 风天图等十一名上将军来到复城主府进入议事阁之内。 在众人安慰一番后,令狐云飞双目赤红。 一切只成如此大,想抓谭云屋于大海老针。 你们说说各自的看法。 风天图为言,率先回答。 傅城主,从谭云杀害的人实力来判断,谭云实力应该在地圣经七阶至九阶之间。 他之所以不敢来找我们十一位上将的麻烦,便是自知没有把握。 若谭云真是地圣经实力的话,也只有属下十一人和傅城主您是他的对手。 可是,一气之城如此辽阔,若想捉拿他,的确太难了。 你说的不都是废话? 我要听你们说捉拿谭云的计策,不是废话。